Sub-titude 跟 Trim Trim是解決英文的空白 Sub-titude 是解決中文的空白 那可是問題來了 我要怎麼判斷說是中文英文 其實主要這個問題的話 你其實可以用一個函數叫Call Call的話呢 其實就是幫你找出第一個字 這邊就是第一個字 它的內碼 它的內碼是用哪一個 所以如果Call你會發現用中華民國這個 它得到的是四萬多 下一個是七十三 那你說為什麼會差那麼多啊 其實跟各位講 當然簡單講起來 其實在美國人設計那個電腦的時候 他沒想到說還有非英語系國家 所以他定義那個電腦內碼的時候 就這些表哥 前面這個是十進位的有沒有 零到一二七 也就是說 他前面幾個都是一些控制嘛 後面這個 這邊有沒有 這邊就是一些符號 金碳號啦 雙銀號等等 然後數字的話是從48 到57 英文大寫的話65 到90 那也就是說啦 簡單一點啦 反正英文他就是在0到127之間 應該理論上更精確應該是 65到90 小寫的話是95到122 那如果我假設不要那麼複雜 那就做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他後得到的結果 是小於127的話 小於127的話 那他就是應該是英文的 反之就中文嘛 就這麼簡單 那中文的話 因為他有什麼 本來是一個bytes 一個bytes英文 那中文還有多過於是怎麼產生 就給兩個bytes 所以你會發現兩個bytes 這個乘起來的話 數字又當然相對是大很多啦 那至於細節 我想這不是我們這課程的主軸 所以反正我的邏輯很簡單 用call 得到的結果 然後做判斷 所以喔 最後的這個公式 乾脆我把它這邊再插入 在B欄這邊 選B欄 按右鍵插入一個 把這邊移過來好了 這樣的話 第一個是trim 第二個subtu 第三個是call 還有第四個 今天最難的 if 所以呢 在這個地方呢 我要加第一個是if if的話是邏輯 如果 有沒有 什麼邏輯呢 再來用call 所以我直接打好了 call這樣 code call 然後我用抓什麼 抓這個儲存格的資料 假如他得到的結果是大於 當然我用小於好了 小於12 小於128 或者大於127 反正看邏輯 大於127 那下面的話 他就是中文 反之就是英文 OK 所以呢 我就把剛剛的這個公式 中文的subtuque放這裡 英文的放在下面 大於127 我直接按確定好了 那接下來的話 公式還沒完成 那我接下來的話 我就在這邊 把剛剛的公式補過來 那怎麼補過來比較簡單 我先按兩個豆點 讓他等於是裡面的參數先空白 然後再把這邊的twin 複製一下 複製完之後取消 再把他貼到 這個兩個豆點 應該是 False的部分 才是twin 把他貼到這裡 打勾 這個應該就是 那還有subtitude的話 就是這個公式 把他複製過來 貼到哪裡 貼到第二個參數 OK 所以啦 第一個是call 大於127的話 他是subtitude 反肢的話呢 就twin OK 然後打勾 向下填滿 看一下 是不是 兩個都完美了 中文也完美 英文也OK 所以最後的答案大概長這樣 如果 call A3 大於127的話 那就是中文 那我用subtitude 反肢 那我用twin 好 那這樣的話 這個部分 等於就是可以解決 中英文的那個 去除空白的問題 當然 中英文的 資料解決 還有其他的需求啦 可能之後也許遇到 我們再來看 好 那所以今天的練習 大概重點提示一下 不外乎就是 這個公司 如果你記不起來的話 雲灘白板上面這邊也有 在雲灘白板的第一個 單元的第一個文件裡面 那這邊就有公式 有沒有 call大於127 subtitude 有沒有 反肢就twin 這邊有 OK 然後其他的剛剛的那個 公式這邊也有 你們如果要參考 可以參考雲灘白板上面 的第一個單元 雲灘白板 第一個單元 的第一個文件 這邊就解答 所以請各位 把那個 剛剛提到的這些 這些練習題 你就通通把它做 如果有些 我沒做 比較簡單 你們自己把它填上去 那做完之後 請你把它存檔 不用另存新檔 也不用另外再取名真 反正這個檔 直接就繳交 上傳到那個Moodle 就完成今天的練習了 Moodle上面我好像已經有開了一個 主題一 就今天的 就是 文字與資料相關函數練習 你就 存檔 上傳 完成今天的練習 OK 剩下的時間 就給各位